如果你们家里条件比较好的话 建议你们一定要试试今天这个披萨 真的是香蕴了 先来揉个面团 把屏幕上的食材全部夹在面筒里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 这个面团要求不高 没有出时机的手揉也可以 面团只要光滑就可以了 直接分成小剂子 滚匀之后 密封洗上20分钟左右 我分了8个小的 一个大的 大的大概在80克一个左右 今天我们主要用这个大的 小的做着懒案披萨 冷冻起来慢慢吃 饧好的面团取出来 先把大气泡拍一下 用自己喜欢的手法 整形成披萨的饼排就可以了 再用叉子戳一戳 防止烤的时候鼓起来 放进一热好的烤箱 180度先烤5分钟左右 榴莲肉取下来压碎 铺在烤好的披萨饼排上 自己吃料可以使劲的放哦 最后撒上厚厚的芝士碎 放进一热好的烤箱 200度大约烤8-10分钟左右 芝士表面微微焦黄就可以了 吃着切成小块 出炉满屋子飘香 真的是太香了 我觉得榴莲披萨是披萨的天花板 尤其是榴莲和芝士 真的是太搭了 一个柔软拉丝 奶香浓郁 一个香甜软肉 再加上榴莲的香味 这个感觉你慢慢慢慢品一品 在家你们一定要试试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